在我国乳癌是女性的头号杀手 但是从2012到2016年就有21000名女性被诊断出患有乳癌 为了提高本地女性的醒觉意识 国家癌症协会正为年龄超过40岁 来自贫困家庭的女性们提供免费的乳房X光照应检查 除了鼓励她们培养定期检查的习惯外 也为她们提供正确的医疗知识 定期检查是发现早期患癌的唯一方法 而检查的方法包括了乳房自我检查 超声波检查和乳房X光照应三种 吉隆坡国家癌症协会就有位广大的女性朋友 提供乳房X光照应筛查服务 其实Mammogram在中文来说 它其实是被称为乳房X光检查 这个乳房X光检查 它是用那个Xray来帮助我们去检查我们的乳房 如果我们的乳房是有一些异块 还是有不寻常的那种情况 其实是可以用这个Mammogram来帮我们去检查 乳房X光照应或Mammogram 是针对40岁或以上的女性而拍摄的低剂量X射线的乳房照片 也是检测乳癌早期的最有效方法 可以侦测出各种乳房肿瘤 钙化或不正常的现象 有助于早期发现乳癌并降低其死亡率 而超声波检查或Ultrosal 则是较为适合40岁以下的女性朋友进行 Ultrosal还是我们会建议那些40岁以下的女性 就是用Ultrosal来去检查他们的乳房 因为40岁以下的女性 他们的乳房的密度比较高 所以如果我们用Ultrosal来去检查 会比较清楚 反而相反的 如果我们是给予那些上了40岁以上的那些女性 我们是建议使用Memogram 因为这个是一个standard的 潜修公认的一个筛查方法 其实基本上我们是有两种的乳房X光检查 一种就是2D的 就是二度空间的 还有我们也是有3D三度空间的 这个三度空间的 它给我们的那个结果 检查结果会比较准确 而且会比较清楚 因为当我们做这个3D的 这个乳房检查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拍不同的角度 它会在我们的那个乳房不同角度 做一个拍摄这样子 然后它拍摄了之后 然后它就会让那些医生 或者是放射治疗时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每一层乳房的那个组织 乳房X光照应检查的程序非常简单 快速 过程也不会带来疼痛 虽然暴露在小辐射的X射线之中 但绝对是安全的 当那个病人呢 他一来到我们的那个中心 然后我们就会需要那个病人呢 就是站在一个机器前面 然后呢 我们就是会把他的乳房呢 放在一个塑料板上 当我们把它放在塑料板上呢 然后后来我们就会用上面的一层 一个把呢 就是压 就是慢慢往下移 就是压着他的那个乳房 把那个乳房变平 然后当那个乳房变平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时候呢 你会感觉到你的乳房会有点点的压力 然后其实是不会太大的问题 然后它也不会造成你太大的疼痛 然后过后呢 当我们把那个乳房放平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拍摄 拍摄乳房的不同角度这样子 然后拍完一个呢 然后我们就会再进行另外一个乳房 通过乳房X光照应 一旦发现病人的乳房出现不正常的现象 他们会立刻把病人转接到其他医院 以做进一步的检查 才能确认是否是癌变的初期 其实呢 这个memogram呢 它是不可以去确定 那个病人到底是患上乳癌 还是没有患上乳癌 它其实是 它只是可以让我们知道 那个乳房是不正常 或者是有肿块而已 然后过后 我们要再进一步的去检查 我们会抽一些细胞出来 然后再去做化验 然后过后做了化验呢 我们才可以去证实 病人是否患上乳癌 目前在私人医疗机构进行一次的 乳房X光照应的费用 大约是250令吉